您认为哪个路段是最危险的 来看到这份调查显示 台北市民权东路六段以及中正路等等 都是长期名列台北市十大车祸路段 而根据数据显示 民权东路六段在四年前已经取代中正路 成为最恐怖路段 在今年已经发生200多起大小车祸 还有三起死亡车祸 此外像是基隆市光明路拓宽之后 也因为车辆频频抢快成了危险路段 从台北市民权大桥下来 十字路口右转执行车多 成为最恐怖路段 上班时间会很大 会常发觉蛮发生车祸 车祸量很大 对啊 很不错 因为这边动线还蛮乱的啦 对啊 然后车子真的很多 民权东路六段和行案路口 因为右转是到各大卖场 执行又是科技公司聚集地 车流量多 转角最容易发生擦撞车祸 根据台北市交通事故路段数据统计 是林中正路 北安路 民权西路 林森北路都容易发生车祸 其中民权东路六段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生三期死亡车祸 和两百多件大小车祸 交通警察大队 交工处还有停管处 我们到现场去勘察 看就这个工程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再做改善 那标志标线的部分啊 也能够啊 让这个驾驶人更清楚 另外金融市七堵光明路 原本是单线单行道 拓宽后车辆反而越开越快 每年度车祸都以倍数成长 一样成为危险路段 车祸频率高得吓人 听信民众经过这线路段 还是别贪困 小心慢行 毕竟安全第一 追新闻杨中盛杨荣台报道